看一下 接下来有更多的新闻 利多是有反应的 但并非截然 来 玉堂请上来 美食今天追才晓得 原来它的戒毒瘾的药 在美国的市占 是龙头第一名的 我看一下美食的分 你看今天股价是有涨的 所以这个新闻 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的药竟然可以在美国卖最好 因为这是一款算学民药 那当然它是采取 比较有点降价强势的动作 那当然这个新闻出来 应该是说 它其实几年前 就已经打到美国市场 只是最近它的市占率又提高了 目前预估是38% 才成为第一名 所谓的学民药 玉堂之前也交过了 前面的专利 如果有10年的专利 用到第10年 11年之后 这专利可以给大家用 大家用 毛利率就没那么高 这叫学民药 对 那我们看一下美食的K 拉长一点 虽然刚刚谈到 今天好像有所反应 但是我会认为 这个利多的题材 对股价已经是没有所谓 多大的效果 因为它已经在 这个去年就已经反映出来 达到美国市场 那获利可能会有多少 一些比较利多的发酵 这个时候已经大涨一波了 所以你说在这个地方 要再去反映 刚刚谈到的 什么美国市占第一 每个月营收贡献有多少 我会觉得对股价的 刺激性上来说 作用就不大了 除非你有更劲爆的大利多 对没有错 不过今天外资是买超他的 但是贡献不是那么大 再来 好那刚刚谈到利多的题材股 到底要怎么调 三个要点 因为有些的利多 告诉你股价未必会高 对对就像航运股 这个最明显 下半年看到 就是利多涨不动 对 那三个要点大家记住 题材要新 股价要低 然后最后最重要 公司要能实质受惠 真的受惠 对 这个才能 我觉得在股价上 比较有正向的反应 那第一个我挑的题材 叫元宇宙 英文叫Megaverse 我相信这绝对是未来 这几年 应该大家会 越来越常听到 我跟你讲 之前前线 这个半导体专家 博士曲建仲 建仲跟大家讲过 元宇宙 有些人又忘记了 小复习 如果有看过 一集玩家的 这个观众朋友 你大概可以体验出来 就像活在虚拟事件的感觉 那没有看过电影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大概简单 简单简单 可能以后我们的生活 就是走到网路世界 我会这样子去做一个解释 可能我们现在出门上班 我是要换个衣服 坐车出门 以后不用 上班就是戴好你的VR的眼睛 然后你就在这个网路的世界 比如说我跟瑞涵就可以见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录影 我们也不用出门 我们每个人就在家 把VR眼镜戴好 就展开了录影 庆隆临终都在现场了 对对对 马上VR眼镜就戴起来 而且那个VR眼镜这么一戴 虚拟世界的元宇宙 老公可以随你换 身份随你换 财富自己决定 不要乱讲话 这是建重跟我讲的 建重讲的 对然后连身份都可以换 他身份可以换 当然老公也可以换 当然我觉得他是未来 会更趋于就是 一个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世界 对对对 另外叫网路世界 所以可以叫元宇宙 元宇宙 那为什么我看好他 这个脸书创办的 佐伯克说 他说五年内 他要把脸书公司 转为元宇宙 就是代表说 他很看好这个方向 那宏达电 为什么把他挑出来原因 因为这个就跟VR 脱离不了关系 那我们知道宏达电 过去几年耕耘VR 非常的久 所以这个转机 我觉得对他来说 应该是一个加分 而且他的新款的 这个叫Vive Flow的 新的这个沉浸式的VR眼镜 最近也刚推出 所以我觉得对他的营收 甚至以长线来讲 转机的期待性是有 他是真正能受惠 我们国内VR走最前面 走最快的 应该也是他了 2498好久没聊他了 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 mini类 micro类这个题材 我挑的是副产 因为它是苹果 最主要的供应商 那刚刚顺着第一段谈到的 苹果发表的MacBook 就是用mini类 然后iPad也用mini类 未来可能手机会导入到 micro类的部分 这个都是由负财做的 我确认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前线追了mini类 这个我们可是比南韩来得强的 苹果是挑中台湾进行合作 刚愈党也说了 不是只有平板 笔电都会用我们台湾的mini类 那苹果大客户抓到了之后 商机就有了 商机就爆发 其他家也会导入 那苹果会用的出海口更管 那以负财来说 因为他是真的能吃到订单 第二季已经转营了 那技术面的形态是刚从底部转强 这也OK 那第三个我谈的题材叫通膨涨价 这个是最近才在市场上发酵的 所以我挑的是这个食品的南桥 因为第一个理由是说 他是两岸烘培油脂的龙头大厂 那现在上游的这些吃的原物料都在涨价了 所谓的烘培油脂 因为我不会做蛋糕 也不会做面包 烘培油脂是什么 做面包你可能要加一些奶油 或者人造奶油等等 加在里面 烘培用的 像糕饼都要加这些 那第二个理由是说 他的位阶很低 因为他的十年限 大概是在五十一点九这个附近 就在现在的价位 所以也算是刚刚谈到的 股价够低 又能实质受惠 原则上大概是这三个题材 我挑出来 这个你问蔡依林他就懂了 蔡依林最近买这个烘培 蔡依林要做蛋糕 什么东西都贵 现在都变贵了 快速看过了 二十九八八八 我们看红达店 最近外资也转买了 而且带量转强 好像就有反映新产品的上市 甚至是一个底型 我觉得这个底 这打了很久了 所以可以去观察一下 好外资今天有买 均线现在踩脚下了 富财 富财是有这种打出了小双脚 然后突破颈线转强 法人也站在买方 又能吃到苹果的订单 可以去期待 外资也买也不错 南桥 南桥来看 也是有均线 做一个打底整理之后 突破颈线转强的味道 然后外资 应该快连买了一个多礼拜了 对对 今天也买了 对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去看 这些题材 应该是后续 都还可以接着去追踪的 非常谢谢你 这个1702的南桥 昨天您就说了 果然发人有买盘 因此有些的题材 你要它动 要吻合三大条件 谢谢您请回座 这个条件 我待会再来归纳了 一心一滴 还要受贿 但是这个什么东西 也受贿不了了 本来想说现金增资 应该是一个题材 应该会往上推升 哪有 来请庆隆上来了 运输类股往下走跌 至今还在破底 还没止跌 问题出在 之前这些运输公司 办了现金增资 发行了一些新股票 本来这样的计划 结果现真的定价 定出来的价格 全跌破了 请先看右边 四维行 现增价定在四十六块 结果股价四十六块 这么一跌破之后 现增不办了 不办了 告诉我们现增是什么 为什么那么严重 更惨烈的是扬民 现金增资价一百八十 跌破之后去掉一个一 剩八十八块 所以其实现金增资 这个一定要去搞懂 因为他常常有先人指路 的一个效果 那首先先来了解 什么叫现金增资 其实简单来讲 现金增资 其实就是公司用印股票 来跟股东换钞票 对 那他给你股票 然后你给他钞票 那对公司来讲 他的好处是拿到的现金 就发新股 对 就会有一些 新的营运的资金 但是他会有缺点 就是你会可能会造成 股本的膨胀 那就会造成 EPS会被稀释的效果 所以现金增资 即使成局 他未来也有可能降低 EPS的一个下滑的一个状态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很简单的逻辑 现在这家公司 还没有办现增之前 股票 股本 总股数是这么多 可是要办现金增资 刚庆隆说的好 印新的现增股票 新的股票 我日海买了 庆隆买了 钱给他 股票不就变多了吗 所以现增新股 后面曲线的这个 就是新的现增新股 所以股票变多了 股本当然就膨胀 如果我赚的 还是100亿 除下来我的EPS 当然股本变大 就会掉下来他的EPS EPS掉下来 股价也会跟着下修的一个状态 那现金增资 通常在表面上 会办理的目的只有一个 通常都是为了改善财务结构 通常公司会选择的时机 就是在景气好的时候 进行募资的一个内容 那以这个视为行为例 他以今年第二季 他的负债比例已经高达81% 他先前几年前的时候才在70% 所以负债比开始持续上升的情况之下 他当然想要利用现在景气好的时候 可以跟股东印股票 换钞票去改善他的财务结构 100块可用的资金当中 81块是借来的 全部借来的 这太高了呀 对 这个是表面的目的 但是背后的目的 其实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回馈老股东 第二个是回馈给员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通常现金增资发行的价格 跟市价是有所谓的价差的空间 当然啦 那以视为行为例 他们公司董事会是9月27号 宣布办理现金增资 当时的宣布的价格是46块 那就是意思就是 劳股东跟员工可以用46块 去认购他的这个新股 那当时他的市价是58.2 所以每一张就相差了12.2元的价差 从这一行字 你就读出他的逻辑概念了 人家说办现增现增 因为呢 他是现增募新的资金 现增新股票 通常会提供这个原始股东 套利的空间 因为他知道未来的某一天 我可以用46块 认到他的新股 所以现在值48.2元 我就现在现股把它卖出去 未来再把它买回来 这欠容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终究我现增 我参与他的现增 现增的新股都会拿到嘛 所以只要办现增的公司 常常会面临到卖劳股 把这个反正我价差可以赚啊 卖劳股卖一张5万8 到最后呢 一张拿到4万6 我还是有10张或一张 但是我赚到了呀 对 这就是所谓的套利的空间 所以通常公司如果宣布现金增值 会引发短暂的卖压出来 我就是怕这种卖压 但是如果卖过头就很恐怖了 就如果跌破了现金增值价 大部分就会出现问题 那正常来讲 现金增值啊 其实公司派为了要维持这个市价 要高于这个现金增值价 所以他通常都会积极的做多 会公布一些好的消息啊 公布一些有利于这个 让这些股东去认购的这些诱因 所以这个是公司派积极做多的一个状态 所以通常市价应该会高于认购价 这样才会让这个现金增值可以成型嘛 我才愿意参与认购啊 因为到最后拿到了才会有价差赚啊 对这个其实是正常的状态 所以当正常如果出现不正常的时候 那通常都代表有大事要发生的 就是股价如果跌破了认购价 就公司怎么再积极的做多 他还是跌破了这个现金的认购价的时候 通常背后就有大事要发生了 也就是呢 现增定好的那个价格 现增会定价嘛 这就是现增的定价 定好的价格灌破掉了 我告诉你 公司一直放利多还hold不住 有问题 利多不涨还跌破现金增值的认购价 一定有大问题要出现 好 那看第二页 所以通常我个人会建议 只要你观察的股票 他的股价跌破了现金认购价马上跑 一定要马上跑 因为他接下来就会出现蛮大的一些问题 那我举例来说 这个是电升元件的大厂美率 他这个在2014年的时候 他曾经在11月12号 也是办理现金增值 认购价是100块 当时的EPS还蛮不错的 当年度的EPS有维持大概6.7左右的水准 所以如果以100块的认购价来看的话 其实6.7的当年的EPS 获利本一比是不到15倍 所以大家觉得还蛮合理的 再加上当时他的市价是111.5 所以我可以用100块认购 然后现在市价是1.5 所以我赚了10%的价差 然后公司又有这样6.7的一些获利 好像还不错 但是后来他在2015年12月25号 跌破了这个100元的认购价 然后公司只好撤销现金增值案 但是后来大家能发现 他的股价就开始出现了狂跌 最低跌到55.9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EPS从6.8掉到只剩下3.4元 就是后来就会看到了一些 他财务上的一些变化 所以如果照您这么说 观众朋友不变的定律 透过了庆隆教学 日后如果有公司要办现增 现增价回到我们的影言 现增价 现增定价 现增认购价 都是同样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当然现增价 股价走着走着 既然连这个价格都跌破 您一不要参与 第二个也就把它卖掉 一定要马上跑 如果你有现股的话 你光看这个扬名 哇这个就是写林的例子 我刚才举的那个美绿 也是写林的例子 那个几乎跌破现增价之后 还往下继续跌了一半的价格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现增价它虽然存在的套利的获利空间 但是它稍有不慎 它其实也是包着糖衣的毒药 这个投资人千万不要乱吃 感谢庆隆 非常谢谢您 观众朋友 这一段是特别帮您融进去说清楚的 我不管现在的二六类 是不是还跌跌不休 但是终究我们得要学会这件事情 学会了以后就不会再掉入陷阱了 乍看是好吃的糖果 吃下去才知道拉了肚子了 记住刚刚后面的结余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下一个大主题 这也是要超级比一比 才知道我们到底要挑谁呢 MIT没得引台湾的电动车 包括了Buzz等等 台湾之光呢 电动车这是亮相之后 我们台湾自己也会做电动车了 三款电动车 应该说三档电动车的ETF 这两三天热得不得了 可是不太一样 超级比一比才知道 原来差别在哪儿 您又适合哪一档 让JF告诉你